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爆炸案 截至目前为止造成了 135死5000人死亡 当局还在残破的瓦砾堆中 寻找生还者 也进入围棋三天的举国哀悼 同时也要究责 并且调查为什么会存放 如此巨量的硝酸胺 继续交给汇评 好的 谢谢新话 这一期在贝鲁特的爆炸事件 我们先来看到最新曝光的 这个爆炸现场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起爆炸发生之后 民众其实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还有很多人在路边观看 没有想到第二起爆炸就这样发生 我们可以看到拍摄者重心不稳 整个被弹飞还撞到其他的路人 而根据这个爆炸之后的空拍影像 我们可以看到在港口边 不管是任何一栋建筑物 都有一个特征 就是他们没有了窗户 因为所有的玻璃都在这次的爆炸中被震碎 整个贝鲁特 现在可以说是只剩下一片的断圆残壁 那我们来看到其实这一次的爆炸的源头 也就是在港边的这个12号仓库前后的对比 现在卫星照片也曝光了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原本这个爆炸之前 这个12号仓库是位在这个地方 但是在爆炸之后 这里只剩下一个凹洞 连地基都被掏空 而另外一个我们来看到 其实在这个12号港口的正对面 原本是有一艘这个游艇停泊在这边 但是爆炸之后呢 这一艘游艇变成这个样子 整个侧翻了45度角 也就可以显示说当时爆炸 其实威力是相当惊人的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周边的部分 总共有20个仓库 全部都被移为平地 我们要知道贝鲁特港 对于黎巴嫩来说 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经济命脉 因为黎巴嫩有八成的物资 都是靠进口 包括小麦还有原油 天然气跟医疗用品 所以在这个贝鲁特的港 整个被移平之后 对于黎巴嫩来说 经济可以说是损失相当的严重 我们再来看到 其实经济的损失 到底有多严重 目前初步估计是高达台币 4400亿之多 那我们要知道 其实这一次爆炸 很可能会带来黎巴嫩的 第下一场的所谓的经济危机 因为这里他们的这个黎巴嫩 其实他们的债台高主 其实长期以来 他们的债务跟这个GDP的比例 占比其实排名全球第三 仅次于日本还有希腊 而且其实他们当地的失业率 已经达到25% 有三分之一的人 都活在贫穷门槛之下 我们要知道 其实贝鲁特他们这个黎巴嫩的政府 他们的贪腐相当严重 他们的这个电力 还有水电医疗资源都很匮乏 这里每天只供电两个小时 到了晚上连红绿灯都没有 而且当地的通膨相当严重 货币持续的狂扁 到2019年10月的时候 他们的小卖进口商宣布 是一律改为美金作为交易 这一下的这个决定就让他们的货币 简直成为了一张废纸 所以专家也游行在这波爆炸之后 黎巴嫩很可能会爆发下一波的难民潮 而这一次的爆炸也有很多的数据 在这个时候出炉了 现在根据统计 这一次的爆炸是等同一起规模3.3的地震 3.3听起来好像没有很严重 但是我们要知道一般的地震都是发生在地表以下 这一次他们的震源深度是零 因为它是在地表上爆炸的 它的威力之大连9公里之外的贝鲁特国际机场的窗户都被震碎 而且整个首都它的面积不到20平方公里的贝鲁特 所有的建筑物无一倖免 现在根据统计有30万人是无家可归的状态 但是大家现在都想问 这一批这个硝酸胺爆炸的源头到底是怎么来的 文件也曝光了 其实是在2013年的时候 有一艘俄国籍的货船 它是从这个乔治亚出发前往非洲的莫三比克 船上就载有2750吨的硝酸胺 但它因为遇上了海上技术问题 它被迫停在贝鲁特港 没有想到在这个检查之后呢 黎巴嫩的政府官员登船之后 检查判定这一艘船已经不适合在航行 没想到船东知道之后 就直接弃船落跑了 留下了整船的这个化合物 还有这个一艘整艘船的船员 那将近一年的时间 这些船员都被困在这个船上 跟这些暴猎物一起 因为他们不符合当地的移民法 也不符合引渡条款 直到一年之后 2014年当地的法官才特准他们回家 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其实当地官员就把这这么多的 2750吨的硝酸胺给放到了12号的仓库 准备进行销毁或是来进行转卖 没有想到这一放就放了六年的时间 那这中间其实还曝光了其他的文件 让大家看到相当夸张的部分 从2014年开始 当地的海关总署的署长 其实就已经有致函紧急事件处理法官 希望能够处置这一批硝酸胺 因为他们认为这么大量的硝酸胺 放在港口真的是太危险了 没有想到前后一共致函了六次 结果下场都是以毒不回 所以现在黎巴嫩的官员 他们也就黎巴嫩政府 现在希望能够调查这起事件 目前已经把2014年开始 跟这个12号仓库有关的 所有主管及以上人员 还有所有的官员都进行软禁 就是希望能够让他们接受调查 感谢观看